花莲老家协会帮独老圆梦餐会迈入第18届了 每年社工都会关心长者的梦想 而今年听到老人家说想骑乘重机 有人说想要到大饭店吃一顿饭 老家协会特地邀请到30多位来自台北的重机骑士们 再的老大人们前往每轮大饭店 一次圆满老人家的梦想 花莲老家协会帮独老圆梦餐会迈入第18届 每年社工都会关心长辈们的梦想 并且设法连结社会资源 尽力来为老大人们圆梦 老家的独老的圆梦餐会 秉持了我们的老人我们的步 希望说让这些弱势的长辈 能够体验尊荣跟最高的活动的精神 让所有长辈去圆他的一些平常做不到的活动 今年的独老的圆梦餐会 有将近150多位的长者 从全花莲县 包括从这个浊西乡 那一路到我们新城秀岭都有长辈来参加 那我想今年的活动特别 就是因为疫情过后 我想活动这个举办减少很多 那我想老家除了照顾这些弱势 除了给基本生活所需之外 我们更希望能够邀请长辈出来 所以这一次呢有将近90岁的长辈 特别邀请到30多位来自台北的重机骑士们 载着老大人前往美人饭店 我们是觉得带老大人体验乘坐重机 也是一个蛮有意义的活动 最主要是我们看到他们满足的微笑 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个体验感觉 其实最主要是晚上的圆梦餐会 那个整个气氛是非常温馨 这是让我们每年参加的动力 虽然昨天没有睡多好觉 可是大家精神都很上分 因为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很值得我们每一年都来参加 老人家们搭乘重机拉风的传国花莲市区 来到了五星级的美轮饭店用餐 舞台上还有许多社团企业 赞助精彩的表演节目 老家协会透过圆梦餐会 希望让长辈们有梦最美 希望相随不再独守空屋 也能够有机会外出感受体验五星级的服务 借理会欢迎市报道